有人说在国内拼一把 还有出路 参加高考 努努力 能改变命运 我不跟你扯什么 学区防护口 这种事件不一样的 这类的已经老掉牙的话了 这样吧 你拿本外国护照先 这样你再去高考 你真公平 你直接上情怀北大 事都不用考 九年义务教育 可是你要是农村户口呢 你想上城市的学校 你得花多少钱呢 送多少礼 求多少人 找多少关系 有人说什么 自己过得不好 要想一想 你睁大眼睛 看看我在国外 过的是什么生活 你说我过得好不好 很多有钱人喜欢 在YouTube上 讲美国这不好 那不好 然后建议那些人 不要走线 首先我赞成 美国确实不是天堂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低层的立场 首先如果你能合法的 移民美国的话 那你肯定是 比一般的中国人 有很多的特权的 你投资意味着 你可能要非常有钱 投资你可能 四千万 人民币下不来 对 而且如果你在这里 美国生活不降级的话 你得有多有钱 其次如果你是留学 靠找工作留下来的话 美国的工钱有多难拿 留学上是最难的 所以说你肯定做的 不是低薪的工作 你来美国留学 你也不可能会缺钱 只要你是合法来的 包括结婚也是 你有合法的身份 你有公卡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你首先已经在美国 这个社会 合法的社会里边了 然后你肯定是抱怨的 美国人 当地人也抱怨 就是这个医疗很贵 美国本地人也觉得贵 包括就是 枪支 安全隐患 美国越来越不安全 流浪汉的问题 这个大家都是同意的 然后你可能觉得 不会有国内大城市舒服 因为你想吃什么 你要开车 美国除了纽约这样的地方 其他的都是要开车 才能去吃中餐的 可能就是离得近的 二三十分钟吧 至少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起码在美国你有公卡 能被按时的发工资 能有保障 能有这些就是 比国内好很多的员工的待遇 这对底层的人来讲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相对的公平非常多了 你要考虑他们的立场 确实言论自由 也不是没有底线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你骂美国政府一句 是不会坐牢的 你是可以有游行的自由 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 这已经非常奢侈了